为了鼓励生育 也为了减轻年轻家长负担 内政部从今年1月起 推出育儿津贴 只要父母一方为就业 且家庭综合所得税率 为达20%的家庭 每名零到二岁的幼儿 每个月可以请领 两千五到五千元的育儿津贴 原本内政部编了二十九亿元 如今已经不够用 推算起来应该是 大概十亿左右 不足十亿左右 那是不是会 一次都能够全部核发下来 基本上我们尊重行政院 儿童局表示 钱不够用的原因 在于申请人数超出预期 原本预计 勤领涵盖率为四成 时间为八个月 结果有四成五的家庭都来领取 申请期间也长达十个月 而且因为父母一方 未就业的门槛 也采宽松认定 前面六个月领域留职停薪 后半年另外六个月 是领月津贴 那这个部分 有没有必要要做限缩 这也可以再讨论 虽然政府会检讨 勤领标准 不过儿童局强调 这是常态性政策 不会取消 虽然目前宣请动用 第二预备金 行政院仍未核定 但绝对不会影响民众 请领权益 记者有学院子谢奇文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